大家还记得以前在那个有个电视节目叫《非你莫属》 里面有一个在法国留学十年的一个人叫郭杰他回他去上这个节目 我在网上看过一些片段《非你莫属》的一些片段 然后刚好也看到了这个节目 哎呀我现在觉得就说因为很多事情沉淀了 几年多年之后你再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我们可能能更清楚的看一些事情事件的发生 现在我就突然觉得特别悲哀啊 真的就说这个郭杰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的时候 我自己也经过了这么一个一个也有一个变化 最开始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说最开始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觉得说这个郭杰这个人可能他在国外荒废了很多年的时间是吧 参加这个节目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真材实学法语也很差等等之类的 最开始的一年是这样的啊 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有很多人在国外留学吗 是吧就是他其实荒废了很多年时间 他没有什么提高 但是我等到我几年之后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悲哀啊 就说特别同情郭杰这个人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区别啊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人和西方国家 不光是西方国家了 几乎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 我当然没有接触过所有国家的人啊 只是说我不光接触了西方的人 我也接触了很多其他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啊 东南亚的人啊 其他的人啊 我觉得真的真的这个非常非常悲哀啊 就说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再重复一下 我在复述一下这个郭杰这个世界是吧 郭杰是读了三个学位在法国 他有一个是硕士 我还记得因为我又复习一下这个视频嘛 叫Buck5 就说可能是他 他是取得Buck 还是什么一个学位啊 就是大概是这种 之后再读五年学 就是说法国人口语上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嘛 大概我看在他评论里面 评价的人说 评数的人啊 可能对法国教育比较了解 他说这个是对应的是硕士 就是说你在你在这个 在读五年之后啊 是吧 就是他那一个硕士 Buck好像那一个博士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 他有一个硕士学位 还有本科学位等等之类的 他有三个啊 所以说他在法国也待了好几个地方 当时说那个厨师说 那你去这么多地方 就是你好好学醒了啊 就是好像是你到处去到处都跑 就是这种 他如果有三个学位是吧 他在三个 他有很多几个地方学习嘛 他以后再参加语言学校啊等等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 在这个非我莫属里面 还是非你莫属里面 就让一个女的 年轻的一个女的 就是面试她法语 这样子 当时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觉得这个挺戏剧性的 是吧 就好像觉得说 这个人听不懂 这个郭杰他听不懂 那个面试官呢 那个女的那个法语吗 问了好几遍啊 是吧这样子 就说哎呦 我觉得这个家伙太菜了是吧 呃 然后后面另外一个人 是面试官吧 呃 问他 呃 关于法国的什么新锐的导演 之类的是吧 你读的什么电影 导演啊 电影之类的专业 那你说你说这个电影的 现在的这个 比较出名的法国导演 什么之类的 他这个郭杰也没回答上来 是吧 他这个人他 这个导演他有什么作品吗 是吧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 他很诚恳啊 很诚实这样 大概是这样 在这过程之中 呃 他就 国家就昏倒了 我看着他的性格 可能也不是那种说 特别坚毅啊 特别就是说 在这个面试过程中 他有 他会有一个种 比较offensive的一种表现 他没有 他是可能比较被动一些 比如说 对方面是他比较强势的 他可能有点紧张 很紧张 在这个环境下 他晕倒了 大概这个过程 这是最开始第一印象 就是说 我第一反应说 哎呀但是郭杰肯定是一个 曹鲍一样 是吧 他在法国浪费了十年时间 他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对吧 连没说他法语他听不懂 说你十年时间 你的语言可能有 因为有很大的变化 提高了嘛 这是 这是他的基本情况 但是 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 不久之后吧 我记得当时 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就是说有一个人 发帖嘛 就是回应这个郭杰这个事情 评论 他说 他让他媳妇啊 就听一下这个面试官这个法语 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这郭杰怎么回答不上来 是什么呢 他说他媳妇也没听懂 这面试官的语言啊 问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最后有一句话 我觉得我记得很深刻的很搞笑 他说我媳妇是法国人 他怎么都没听懂 这就有个问题了啊 这就有个问题说 那是这个面试官的法语太差是吧 你不能清楚表达你的问题是什么是吧 你让别人怎么回答 这几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面试官啊 这个女的 我觉得真的 这个人代表了一个 中国的一个可能 普遍的现象 就是说 在你面试过程中 面试官和面试者是吧 他是出于不平等的一个状态是吧 就是说你居高临下 你问别人 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个草包 那这太常见 说 在我们个人自己的体验上面 你能看到说 这南瓜先生啊 各行可以混日子的人 多的是是吧 他就说面试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后面的另外一个人 就问这个郭杰 他关于什么法 我的新闻导演啊 之类的 我现在感觉啊 就是说 面试官可能他准备了一些问题 是吧 想当然准备一个问题 哦 你学的是在法国 学的是什么专业 什么之类的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是吧 他在网上搜索是吧 他想当然的认为是吧 就说 那你学导演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对于法国的这个 新锐的导演啊等等之类 应该有所了解 对吧 这比较合乎道理呢 然后我还记得这个张绍刚是吧 那个傻逼主持人是吧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但是挺傻逼的啊 原谅我说的这个粗话 他 他说那你 那你看过这个 可能电影名字我还记得了 就四百鸡 就法国的一个导演 一个出名的电影 这个郭先生我没听过 然后那个 他这个 张绍刚还跟那个 那个面试官还一唱一答的说 那你说一下另外一个电影 我没记住那个名字是吧 那个那个 你要问那个电影太难了 就是他必须回答上来 我觉得啊 就是问这个两个电影 也是一个装逼的一个行为 这个张绍刚和那个面试官 就说 给我指决啊 就是他嘛 他准备了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他可能往上search一下 哎呦这个 这个准备面试的时候 他面试官准备面试的时候 他准备了一些问题这样的 好像显然这个面试 面试者很弱很差不知道 但实际上说他自己search这个东西 他自己也未必懂对吧 只是为了面试 他还为了面试准备的这些东西吗 现在我想象是太 太 我怎么评价这个太low了 这种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郭杰这个面试这个问题 非我非你莫属这个这个场景 是因为 因为我最近 我认识很多法国人 刚好认识很多法国人 我突然想到说 哎 有这么一个 我认识这些法国人 那我就让让他们听的这个面试这个过程 是吧 这个女的跟这个面试这个过节的时候 他就问这些问题 等我还没有问之前 我本来想 我先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我也会 想那个 回忆一下这个细节是什么 是吧 复习一下 然后准备去问这些 这些法国人 但是后面我想说算了吧 我还是别问了 我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体现了一种 可能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国耻 不是说我把这个事情伤到这么这么一个高度 国耻 就是说 这些面试者和这个张绍刚加在一起 他表现出来一种特别刻薄的一个态度 特别特别刻薄的一个态度 这可能是中国大陆独有的一种文化 我不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在中国大陆 但是很普遍 辨识 过程中 或者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他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 他表现出这么刻薄的一种情况 这不光是在西方国家 欧美国家 很少存在啊 这种现象 连其他国家 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我们可能觉得是小国家 等等之类的 也是现发达的国家 他都不会以这种态度 一般来说他都不会以这种态度 真的和别人打交道 他会出一种 比较积极的态度 对吧 他可能会 预设你这个国家 你是在法国上了学 对吧 你学什么专业 我在面试过程中 我可能处于一种善意 唯一有一种 更善于 让你发挥的一种方式来问你 而不会说是 最开始我就揣测你 你是一个 怎么说的 海归海带是吧 还有一些海渣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他不会预想 在他脑海里预想 你这个人是花了 你在国家浪费了几年时间 对吧 文库子弟之类的 就你没有一无所成 他会预想 他会假设 可能在他文化里面 他会假设你 你是一个 你有这么一个背景 对吧 你有这几个学历证明 我在这面试过程中 让你充分发挥 他会出一种善意的假设 而在中国大陆 主要普遍的现象 像张超光是流 他会以这种恶意 揣测的地方 对吧 对吧 明显明显看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两种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别 想到这个真的是很悲哀 这不光是说我们的文化里面和西欧美的发达国家的差距 你和几乎所有国家的差距就是这个 我也认识一些南非的人 我也认识一些南非的人 我也认识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人 各种各样的国家 可能很多是欧洲国家 也有美国啊等等之类的 加拿大啊等等 我觉得啊 我跟别人打交道过手之中 我会越来越觉得 好像中国是格格不入 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几乎所有其他的国家 人家是比较像的 你跟他交流之中 对吧 他的思路 他分析问题的方法 是和中国大陆的 这种文化背景出来的人 有比较大的区别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啊 我们不能说台杠 我说你 中国大陆所有人都是这样 那不是 但是啊 假如说我们把 一个大概的印象 对吧 我们接触很多中国大陆的人 如果说你把他们所有特点 你总结一下 他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特点 出来 大家可能真的表现出 某种意义上 和这个非我莫属 是那张绍刚 和那些面试官之流的 非常像 真的 我觉得这是某种意义上的 文化的略根性 真的很悲哀啊 就是说 让我觉得 但是我也是其中一员 就是说等到我们看到说 很多文化的东西 我们所具有的 就是在我们生活周边 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所接触的人面 都是 表现出来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种悲哀 这不是个理 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而且不光是说跟发达国家的差别 而是几乎跟所有人的差别 所有国家的人的区别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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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